今天的話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上個禮拜的話等於第八次上課 今天的話等於第九次上課 上個禮拜最難的就是大樂透歷史資料的下載 我剛剛特別強調 以往要寫出一個像這種爬蟲程式 理論上這個真的是很困難 不管說你用VBA也好 或者你用現在比較熱門像Python也好 其實都是蠻困難 那現在與AI的關係 等於說幫你解決很多的麻煩 但是前提就是你要知道說 怎麼樣去產生的步驟 當然我是建議 有些問題盡量可以稍微再把範圍縮小 就是你問題不要一下子問得很大 比如說因為我們總共有75頁 那你不要野心那麼大 一下子就跟他講說 我要1到75頁的所有資料通通幫我抓下來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讓他先抓一頁資料 再請他抓1到75頁的資料 這個失敗率會比較低很多 不要一下子野心太大 甚至的話你可以什麼先抓 但是我們抓的過程當中好像 會遇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他抓是抓整頁資料 有沒有 但是我們如果只要那個 那個表格的資料的時候 那你必須要跟他講說 你的表格的名字叫什麼 或者是說第幾個表格 OK那一般的話網頁 背後其實會有所謂的網頁原始碼 就是當你按滑鼠右鍵的時候 其實這邊就會在網頁上一定會有 所謂的網頁原始碼 那原始碼裡面的話其實基本上 這個原始碼 它基本上的話呢 非常的複雜 當然我建議你們 就是有時間再了解一下原始碼的架構 那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 我覺得至少有沒有像這些原始碼 你光看頭暈 這個寫 我這裡面都寫程式的 那你至少要知道那個 表格的標籤 有沒有就是那個 小於符號開頭 後面加一個table 那上個禮拜我們其實就是 兩個方法 一個是跟他講說 你是哪一個class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 一樣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四個單元 所以理論上你要複習的話 雲端上其實該有的都有 那剩下就是你要花時間 去把這些資料 比如像這邊有一個那個 樂透彩的這個網站 如果你要按右鍵有沒有 這個很很重要的 其他都不要會沒關係 但至少你要知道按右鍵 你可以用檢查 你不要原始碼 原始碼其實太 太多程式的 往往下拉了 拉到底 就總共有600多行的程式 那你要從頭找太難的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按右 找到表格左上角這個位置 按滑鼠右鍵檢查一下 它會秀出這邊的那個架構 理論上我們是要找什麼 找這個叫做table的標籤 那標籤一定是小於符號開頭 那你可以跟他講兩個訊息 要不就是說 他這一個表格的類別名稱叫什麼 KLASS 類別名稱就是這一個 你可以跟他講 甚至你可以直接跟他講說 我要的就是這一個 以下的這個表 所以你直接丟這一串文字給 這一串IP他就看懂 然後原來你要抓的是 這個表格裡面的資料 那我就幫你把表格抓回來 要不然的話你就算什麼 算這一個網頁原始碼裡面 到底有幾個這個table標籤 那你要的這個table標籤 是第幾個啦 後來好像我有教過一招 我自己習慣的方法 就是這邊table點兩下有沒有 然後Ctrl-C Ctrl-C就把它複製 那Ctrl-F的話其實就是尋找 所以這個有可能要記Ctrl-C複製 Ctrl-F的話是尋找 它會在這邊出現有一個尋找的一個 算是輸入的地方 然後你再記得啊 因為那個table點兩下 它好像前面那個小魚 不會出現 所以你自己補一下 意思就是我要找這個標籤 在這個網頁原始碼裡面到底有幾個 它會出現七個 有沒有這邊會告訴你 後面有沒有從這邊會告訴你 這個網頁裡面喔 總共有七個表格 那目前是在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一直往下找 直到你找到那個表格 所以我這邊按下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其實是這一塊 第三個是這一塊 第三個好像整個啦 可是我們不要整個 第四個是上面那一塊 第五個才是這一塊 那剛好 所以你跟他講說 第五個就是我要抓的 他就會幫你把第五個表格抓下來 大概就是這樣嘛 其實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這些 你只要細節有注意 那並且你可以把這些訊息 提供給TrackGPT的話 那他就會幫你把這個表格的資料給抓下來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 這個是最重要的 OK 細節我想在那個上個禮拜的影片裡面都有啦 所以剩下就是你自己 在針對這個影片的部分 自己再回去看 最終還要實作啦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那個大陸透的部分 抓下來之後 再找一些其他的網頁練習看看 OK 那這個難度是應該是目前最高的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繼續再來看其他的範例吧 再來我們好像就講了一個黑名單 篩選 那這個黑名單篩選 主要用到count if函數啦 那count if函數非常重要 以後還有一個篩選功能 比如說將來你要比對兩個範圍 新舊資料到底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可以用count if 加上篩選 那篩選的話就是把你找到的資料 把它就是留下來 因為我要找到count if 就是算有沒有重複的 那如果有那就1嘛 沒有就0 所以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那個 true跟force一樣 1的話就true 就是有找到 0的話就沒找到 那就把1留下來 所以1怎麼留下來呢 特別注意喔 就一定要用這個功能 叫篩選 在以色列裡面這個篩選功能 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不會篩選 你很難查資料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查以色列裡面的資料 只要有關於查詢的話 我是覺得大範圍查詢 那你有必要一定要把篩選這個功能 一定要學好 OK 那當然除了篩選之外的話 今天我們還在講就是 另外有一個函數應該大家都會用 叫V6函數 有沒有 但是V6函數 它的缺點就是說 第一個 它只能夠查 你的表格 對照的表格裡面的第一個欄位 你不能查第二欄 或者其他欄 你只能查第一欄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它不能做那個什麼 關鍵字的查詢 它只能夠查精確的 就是說你一定要 那個名稱叫什麼 它沒有辦法像那個篩選 還可以加星號 有沒有 我們之前不是有那個 前後加星號 就是只要那個關鍵字出現 就找出來 OK 所以V6函數其實限制還蠻多 所以常常會說 我說為什麼我用V6函數不能查 沒辦法 那個限制就在那邊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查的是很簡單 要符合它 你要那個V6規則的話可以 但如果不行的話 很抱歉 我講過 簡單的還是交給 函數可以 但是複雜的 恐怕還是要寫個VBA吧 不然的話我覺得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你說你如果一直停留在以前那個方式 那當然很多問題 你還是沒有效率的 不然就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太沒有效率了 那今天的話呢 也許我們再往前推進好了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要繼續來看第五個單元 那第五個單元的話呢 其實翻例也蠻多的 主要是跟查詢有關的 所以請各位待會幫我找到那個第五個單元 叫檢視 其實檢視的話應該 其實翻譯 它是翻譯的名稱啦 其實應該叫查詢 查詢與參照函數 那主要 各位應該比較常用的就是VILO函數 那待會的話有幾個題目 我們會就是會用 前面可能會用VILO函數 但是很多題目是沒有辦法用VILO函數解決的話 那怎麼辦 要不然就是說 你想辦法用除了VILO函數以外的函數 要不然的話呢 你就自己寫VBA來解決問題 或者你用篩選也可以啦 方法很多 那所以請各位待會兒 先幫我開啟那個 第一個問題吧 這個VILO函數的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那這個 這個問題其實還蠻單純 其實你們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其實就有一個題目啦 總共有1、2、3個大題 然後各有哪一些 如果你 其實我簡單講一下啦 因為這個其實 這個題目 其實也是從那個 證照考試的題目裡面 把它拿來當成範例 那基本上我大概講一下啦 其實你們切到柱專好了 柱專其實就是一個直稱 那這個直稱的話呢 我要需要把黃色區域的資料填全部填上去啦 所以總共有幾個 單位幫我填 然後主別、深等 那這三個資料從哪邊來呢 單位就是108有沒有 然後主別的話就是A 深等的話就是前面這個E 那你說這個不是108單位 那108是什麼呢 其實你可以看到108這邊不是一個單位對不對 下方這邊就會有一個單位的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那你把它切過來的話 他這邊就有一個單位的一個對照的表格啦 或者是說啦 其實在那個公司裡面的名稱管理員裡面 也有一個叫做單位的名稱 我前面還有跟各位講過那個定義名稱有沒有 那也就是這個單位 指的就是這個這個表格啦 那這個表格在哪一個這個工作表呢 就在這個工作表有沒有 這邊會寫單位 經探號對不對 A2到B46 那也就是將來如果你用那個什麼 直接按F3有沒有 然後找單位 就可以用這個名稱來代替這個範圍了 這個好像之前有練習過 我覺得定義名稱很重要 其他還有什麼 深等 主別有沒有 那同樣的道理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他的 切過來這個 主別是A嘛 所以你主別看一下 或者切過來這邊也可以啦 就是這個表格 如果是A 那就把這個資料帶過去 如果這邊深等的話是這個E嘛 那這個1 深等這邊也有深等 如果是1的話就注尊 2的話就領主 一直在推 OK 所以也就是把他實際上有的名稱 把它直接帶過來 那他怎麼可以完成這件事 當然啦直覺想到就是V函數 不過V函數你不能直接 你要需要取得108 所以108怎麼取得 當然你用MID最快 有沒有 MID取108 因為他108是第幾個字 123嘛 第三個字取 三個字 那不就取得單位了 有沒有 那主別 那在V的函數 當然啦如果你不會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需求 用CHRGBT敘述一下 跟他講說我要做這件事情 幫我產生公式吧 可不可以 絕對可以 而且我覺得他還蠻正確的 但前提是 如果這種簡單的東西 你還要問CHRGBT 當然我是覺得 你倒不如這有點殺氣不用牛刀啦 這簡單自己弄一下就好了 那再來後面還有這四個分別什麼 這個考核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你們看一下 這個考核的乘期 指的就是這三個啦 這三個平均 那這個幾分 你不可能說 因為你說這個不是數字啊 對 因為這裡這個假 以丙丁那個的話 這邊有個等級有沒有 指的是這一個 也就是如果假是85分 優的話95 一直等一對 那這個其實本身也是有一個表 也有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什麼 考肌 所以考肌對照就是這個啦 所以 以後的話你按F3 考肌等級就是他 然後呢 考平等級就是這個 也是A的話呢 那就是90分 OK 那我希望呢 用那個平均函數就Average 有沒有一個函 Average函數呢 幫我把這三個平均 問題你要平均之前 你要先怎麼樣 把它轉換成為數字 你不能說假 那你不能用眼睛自己看吧 你說老師我知道 八十 這個是八 我切過去 然後85分 再加85 A-的話呢 好像也是85 所以我把它全部用平均 平均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 最簡單的這邊 不是有一個 這個Sigma嗎 平均 其實插入Average也可以 那一樣啦 就是把三 可是問題 這個怎麼把它查出來 再平均 那比四的話就是這個 有沒有 就是這一塊 所以這個成績的話呢 其實指的就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 這個佔百分之三十 那百分之三十的話很簡單嘛 你就這個成績乘上0.3 加上什麼呢 這個成績乘上0.7 百分之七十嘛 那就是比四成績 那再把這兩個成績加總 就是合計 你會發現這邊有六十 所以這個成績有沒有 乘上0.6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4 那就是它的最終的成績 那你就再用Range.EQ有沒有 把那個 這個排名算一下 那就會知道誰的名字高 誰的名字低了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總共一二三四五六七個欄位 分別完成就OK了 那我們的目標是希望 因為這件事可能每天都要做一次 所以最好是旁邊你可以一個按鈕 怎麼樣呢 按一下 全部OK 你不用重做了 然後另外一個按鈕就是按一下 又把資料清空 有沒有 那這樣要怎麼做 VPA部分的話 不會寫 好像問確定 也是寫 類似的程式我們之前前面有寫過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打開這個我們的 範例檔案的第五個單元 這邊有一個叫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